你个死丫头 怎么回事 刚才打你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你到底还要不要接火了 不好意思 刚才我在跟一个屌子相亲 所以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了 大春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 十三 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咱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什么忙你说 能做到的我绝不推辞 是这样的 我在专坑老实人婚恋网上 找了个相亲对象 约好了等下在这里见面 你能不能先替我去跟他见一面 测试一下他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如果人品还可以的话 我再正式上场 我去 这不太好吧 万一他等一下看上了我怎么办 挖兄弟抢脚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来 你就吹吧 就你这样的 哪个女都会看得上你 让你去见他一面 一来可以测试一下他的人品 二来有了你的衬托 等下轮到我正式上场时 他才会知道什么叫优质男人 不得不说 你小子是真的狗 我丑话可说在前头 要是他真的看上我 那可不管我的事 你可别说我翘了你的枪脚 没问题 赶紧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你好 请问您是专坑老实人 相亲网介绍过来的吧 我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怎么感觉你跟相亲网上的照片 不太一样呢 卧槽 刚才怎么把照片 只差给忘记了 那个 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 平时都比较害羞 基本上没有拍过照片 所以只能在上面 放了一张别人的照片 但是你放心 除了照片以外的所有信息 绝对是真实的 算了 另一半长什么样 我一点都不在乎 相对于外貌 我更看重的是 另一半带给我的安全感 那咱们开门见山吧 你对另一半有什么样的要求 可以尽管提出来 怎么说 我也算是一个美女 这个你承认吧 这个我承认 你确实是挺漂亮的 既然你承认我是个美女 那你就应该知道 如果能够娶到一个美女 那对于你来说 无疑是捡到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所以我有点要求 应该是不过分的吧 不过分不过分 想要跟我结婚 礼金最低要一百万 并且在市中心 要给我买一套房 面积不得低于一百八十平 要全款付清 并且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一百万的礼金 是的 还要全款一套房 只写你的名字 对的 没错 其实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都只不过是最基础的物质保障而已 卧槽 这要求还他们一点都不过分 老子强都不服 就服你 除此之外 你还得另外再给我买两套房子 为什么还得另外再买两套 这两套房子 一套是给我父母住的 他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成为城里人 有了房子 他们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了 还有一套是买给我弟的 虽然他不学无数 也没有任何收入 但有套房子的话 找老婆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是你作为女婿和姐夫 应该尽到的义务 我尼玛 不得不说 你真大娘的是个人才 听你这么说 好像也有点道理 你还有什么样的要求 结婚之后 我是不会生孩子的 因为生孩子会导致我的身材变形 我也不可能去煮菜做饭 因为油烟会伤害到我的皮肤 所以你还得专门请一个保姆 照顾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 合着花这么多钱 就请了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回来 这都嘛也太可了吧 好了 我的条件说完了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想法了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等一下回来再跟你说吧 好的 你个死丫头 怎么回事 刚才打你的电话一针无人接听 你到底还要不要接火了 不好意思 刚才我在跟一个屌丝相亲 所以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了 来活了 有个客人专门点了你 已经在世纪大酒店438房间等着你了 这一单足足有三千块 那我等一下马上过去 你让那客人再等等我 我的服务绝对会让他终生难忘的 原来他是做这个服务行业的呀 看来这又是一个找老实人接盘的主 那个小姐 我刚才考虑了一下 很抱歉 你的要求我是满足不了的 咱们还是算了吧 我就知道你只是一个又穷又臭的屌丝而已 像你这样的货色 还想找到老婆 也不撒泡妙照照镜子 很好 希望等会你还能像现在这么嚣张 喂 是110吗 我要举报 20分钟后 在世纪大酒店438房间 有人进行非法买卖活动 13 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这个人跟你不合适 我把他送走了 估计得有个15天这样 你才有可能再见到他 送走了 你把他送到哪里去了 送到派出所去了 13 你怎么回事 让你帮见个面 你怎么把我的对象送到派出所去了 这个你还是等15天之后 亲自去观看他吧